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勞工團體主要是要來告發洋華光電 他使用中國勞工 他以假演習的名義是在真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台北紀念署告發 事實上這樣的規定已經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5條的規定 各位如果去看經濟部10月8號的新聞稿的話 可以看到投審會呢 他核准了這個陽華光電的復勞來台灣受訓以後 他本來應該去積極的查核說 到底這會不會變成變相工作 但是投審會非但沒有去查核 他反而是在媒體報導了以後呢 他去要遮掩這個過錯 投審會發了一個新聞稿 經濟部說 因為每天只工作8個小時 不是工作12個小時 所以媒體講的不對 然後再來 經濟部說 因為他去問過這些員工 他們在台灣沒有領薪水 他們是領大陸的薪水 所以這就不叫工作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說法 照老委會的解釋 受訓的員工不可以做常態性的工作 你只要做常態性的工作 就是在台灣工作 那因為目前政府沒有開放勿勞 這個就是違法的 這個是有相關的法律責任的 那我們今天要對投審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抗議 這對洋華科技的這個事情有三場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立法院的記者會 有很多官員到場 我們毛理事長 我們在場很多人也警告這些公務人員說 如果不積極的處理的話 是有相關的在乎職守的 相關的這樣的一個行政責任的 而且也有可能造成所謂的 公務員登載不實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明後 我們希望官方要拿出具體的態度 來調查洋華違法的事情 如果官方還是這樣子推來推去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要告發的其實就是 官方各個單位代付職守 跟登載不實的這樣的一個行事的責任 洋華違法 洋華違法 政府代作 政府代作 洋華違法 洋華違法 政府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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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華違法